观众朋友们晚安 您好 欢迎继续收看九点热话题 一起帮中华队加油打气 我是钱丽如 我们先来看今天中华队在桌球项目可以说是大有斩获 除了小林同学顺利的晋级之外 包括首次问鼎奥运的19岁小将高陈瑞连两胜 晋级男单16强 女单部分在正宜静的部分也成功击退了罗马尼亚的好手 夺下了16强门票 台湾桌球一姐正宜静在女单手轮击退康迈隆选手汉服之后 32强强碰罗马尼亚选手萨玛拉 宜静学姐有备而来开局就站稳领先 第一局正宜静掌握主导权以11比3闲暇一城 第二局对手萨玛拉逐渐进入状态 正宜静虽然一度化解局末点 可惜以9比11被对手扳平局数 第三第四局双方中间僵持不下 但正宜静稳住正脚以11比811比9率先抢下停牌优势 相信自己 我觉得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奥运 我觉得心情上还是会非常兴奋 那我觉得会以更成熟的心态去面对对手吧 比赛来到第五局 萨玛拉步步进逼 以5比11要回一局关键 第六局两人一路拉距了三个局点 正已经展现绝佳心态 最终局数4比2花费59分钟抢下16强门票 下载预计面对葡萄牙富裕和波兰巴约尔之间的胜方 另一边桌球男单项目世界排名第32 我国19岁小将高成睿 则是面对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选手尤尼斯库 开局双方虽然一度拉距 但是高成睿以13比11先拿下 后续逐渐掌握战局 以4比1的优异表现挺进16强赛事 TVB的新闻于心涵张家宝 蓝玉敏吴挺 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好这一次首次勇闯奥运殿堂的19岁桌球星星高成睿 他的师傅您一定认识 就是我国的桌球教父庄志渊 据传高成睿在3岁 他就拿锅铲打球 4岁就加入校队 师傅庄志渊更形容他有天分 又肯认真努力 欢迎拍还不小心点倒比桌子只高一点点 但打球还是很有气势 这是在奥运展露头角的桌球星星高成睿 本人看到首首影片在网路上流传 也说这时不管进还是没进都很快乐 希望可以保持这样的心情 初次挑战奥运就不断晋级 关键跟师傅庄志渊盯长坐镇有关 毕竟高成睿从小开始打球 4岁加入民权国小桌球队 毕业之后决定要南下找庄志渊 拜师学艺立志当国手 听妈妈说啦 也会拿着锅铲子 在那边好像胎子 在那边当过球拍在那打球 身体的这个民国度 英明度都非常的万能 这个孩子可以栽培这样子 对那他的对球的感觉 也都是同年龄的孩子 还来得快来得早 同样也是小将时期 就斩到头脚的还有林云如 11岁就拿下首个男单冠军 14岁参加世界桌球锦标赛 在东京奥运也拿下混双铜牌 而高成瑞15岁参加台北青少年公开赛 U15也拿到男单金牌 根治亚洲青少年锦标赛银牌 是首位台湾学手 也在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 拿下铜牌 当时回国还跟林云如 跟庄志远一起接受访问 场上给我很多安定感吧 特别是在德国那场 还是要一步一步踏实吧 如今世界排名来看 第一还是小林同学第八名 高成瑞已经到32 超越师傅庄志远的第36名 就会三人一起挺进奥运 接受也希望能在桌球项目带回奖牌 TB的新闻 新闻想这样听台北参谋到 好 讲到庄志远 他已经是六届奥运的资深选手 然而这一次他自己没有打男单赛事 改由他从小带到大的徒弟高成瑞出战 这两人的师徒家话呢 更多的故事 我们要找给在法国的特派记者 蓝玉明跟于信函 好 持续带来关心 巴黎奥运赛事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次桌球赛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熟悉的面孔 就是庄志远了 不过特别的是 他虽然是第六次来到奥运战场 但这一次他没有代表台湾 出战这个男单的项目 不过是有一个传承的意味 因为代表他来出赛的 就是他的手把手交出来的徒弟 就是高成瑞了 其实高成瑞在前面两场比赛 打得非常出色 完全展现出身之毒 不会虎的一个这样的方式 第一场 第二场都顺利拿下来 而且可以看到 其实庄志远就在他的旁边 给他提点 给他建议 毕竟师傅打过六届的奥运 这一次虽然是只有打团体赛的部分 不过经验丰富 而且在整体的一个技巧跟技术上 反应都来得很好 所以在提起高成瑞的部分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我们在台湾采访高成瑞的时候 他就有说到了 其实能够跟师傅 庄志远一起出战 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荣耀 尤其是他非常了解他 从小看到他长大 庄志远自己也说 他打跟我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也就因为他们两个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现在换成徒弟来挑战 这个南单赛事 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项目 还是以中国大陆最强 不过高成瑞其实展现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企图心跟技巧 尤其是他有一个新人没有的设定 就是他非常非常非常有胆色 但面对各国选手挑战的时候 其实他是不太会惧怕的 也让他们前面两场比赛顺顺利利的 能够拿得下来 来到了这个32强之后 马上就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了 当然也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 这边小匠的奥运之路 也伴随了师傅这段佳话 成了一个美谈 以上就是在巴黎的连线报道 好的 我们常讲一句话叫英雄初少年 包括小林同学林云儒今天也传出捷报 他在32场的赛事只花了短短35分钟 就以直落四击败对手成功的闯进16强 而在8月5号他跟庄智渊高成瑞也将挑战男团赛事 小林同学林云儒挑战五环殿堂 男单首战告捷之后 第二战对上克罗埃西亚的贾西娜 短短35分钟直落四拿下比赛 首局11比4 第二第三局11比9 到了第四局11比6击退对手 其实过去也有六次交手经验 全部都胜利 这回没有意外再收下胜利 可能在接发球的部分会多做一些变化 就不会光只有拧球 可能再加一些白短或批长这些 可能让自己的技术更全面一点 技术更新 迎战对手也希望能血耻 以过去小林同学男单国际赛事成绩来看 2009年拿下世界杯铜牌 东京奥运仅有第四名 去年先后拿了铜牌跟金牌 这回再战奥运 希望能顺利登上颁奖台 可以说是所有比赛最 最 怎么说 最高的舞台吧 就是 所以说 但是如果从我自己心态 我还是希望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比赛 这样子可能心态 就是自己的 五行压力感也不会那么大吧 赢的时候比较放松 虽然男单下一场的对手明天晚上才知道 但林云如也还有男团赛事 台湾时间8月5号下午4点会对上埃及 到时将跟庄志渊 还有19岁的小将高成瑞一起出赛 希望能让桌球项目顺利开湖 留下奖牌也刷新记录 TVBS新闻 新闻 新闻是梁江亭 法国 巴黎以从报道 那么这次要挑战 羽球男双 未免的林阳佩 今天在第三场小组赛 以直落二打败美国组合 目前能以三场连胜成为 第一组唯一不败的球队 渴望从死亡之组脱身 晋级八强 保老羽球黄金男双 李洋 王麒麟 30号继续在巴黎奥运 第一组强势出击 而面对美国组合 林阳佩打出快攻气势 只花了30分钟 就以21比12 21比13 直落二赢球 豪夺小组赛三连胜 八强门票听牌 你说美国队毕竟这是奥运 说真的也不好打 因为你看战空都很嚼左 刚刚打丹麦也是 第二局好像追上了 又打到第三局 奥运对手很常劲 但林阳佩也不是省油的灯 第一局前半以11比3 将对手压着打 虽然李阳事务偏多 但王麒麟往前表现出色 以21比12拿下第一局 带着强劲气势上场 虽然第二局前半 中华队遇上小乱流 以11比8带三分领先 进入下半局回稳之后 中场林阳以21比13拿下胜利 原本抽到死亡之组 必须多打一场争取八强赛门票 形成五抢二局面 不过林阳佩一路狂杀 成为第一组唯一不败球队 还有台湾球迷在巴黎现场 替选手加油打气 在赢球瞬间高声呐喊 接下来在分组赛最后一战 将和中国大陆组合交手 而在上一届东京奥运 夺下铜牌的全级女王黄晓文 今天在16场赛事 对战保加利亚头号种子 前两个回合一胜一负 可惜第三回合失利 最终1比2吞败 无缘晋级八强 眼神细利 力道很近 输手全权到位 东奥拿下铜牌的黄晓文 30号晚间出战巴黎奥运 54公斤级16强赛 对战保加利亚的头号种子 一开赛黄晓文发挥 手长优势强势出拳 但中段对手不断在外围游走 第一回合最后46比49 由保加利亚选手拿下 第二回合黄晓文积极发动攻击 勾拳搭配后手攻势 让对手越来越急躁 主动攻击明显命中 以49比46黄晓文拿下第二回合 但第三回合明显已经激怒 对手不断主动攻击 黄晓文也利用空档双方互相试探 剩一分钟黄晓文一度打飞 对方牙齿护套 但是12秒一次被对手踩到脚 跌坐在地最后一回合 45比50黄晓文1比2吞摆 包里奥运第二场就遇上头号种子 确实相当难缠 赛前教练也说黄晓文发挥实力 剩下的交友裁判 黄晓文在这次赛事中 累积更多经验 他也曾被美国评为 是有夺金实力的选手 可惜最终止步16强 无缘晋级8强 这部新闻综合报道 据说在游泳项目呢 二度征战奥运的台湾蝶王王冠宏 在200公尺碟市 以1分55秒32 预赛第8名闯进半决赛 为上届奥运止步16强 确实这次将立平金牌 台湾蝶王王冠宏 二度征战五环殿堂 200公尺碟市预赛 前半段配速到了最后50公尺冲刺 以1分55秒32排名第三 最后以运赛第8名晋级16强 而台湾时间31号凌晨 半决赛也会登场 顺利的话也有望成为台湾史胜 首位闯进奥运游泳决赛的选手 心情一直都比较沉稳 然后也比较冷静 然后其实在整个备战的过程中 我觉得都是 其实心里都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心情求稳 立平晋级 毕竟王冠宏还差一面奥运奖牌 2020年先是以1分50秒79 打破世界青少年记录 东京奥运直步16强 去年杭州养育拿到银牌 现在朝奥运颁奖牌迈进 其实比预估的来的慢一点 就是1分56秒1还1分56秒2就可以进入复赛 然后我们对下午的策略是 就是一样放开放开油 因为其实他早上可以游出这样的成绩 我们也是为他高兴 这回在射击拿到第一个奥运资格的杨昆毕 却在不定向飞把中失利 资格赛分两天举行 首盘错十三个目标 第二第三盘满把 但第四盘24分 截至台湾小五五点 第五盘还没开始的状况下 排名15晋级前六的机会很小 做了前面两届 然后其实不管经验也好 还是说在面对比赛的心情 就是这个情境 我觉得是有比以前来得更得心一手 年仅25岁已经是三度征战奥运 加上黎月奥运东京奥运 恐怕三度都无冤奖牌 杨昆毕先前在雅家打雅运 男子跟混合不定向飞把 其实都拿过金牌 2019年2022年也拿过铜牌 三朝元老不论这回成绩如何都不庆磊 礼平四年后再战五环剑堂 铁边的新闻 新闻上暂停发股巴黎 朝暮动 观众朋友继续帮中华队加油打气 今天晚间赛事包括了男子射箭 跟星庭肌流K1都陆续登场 更多的赛事进度 我们要继续交给特派的 蓝于明 于兴海 好 我们持续来关心最新的官赛重点 当然要来看到的是射箭的部分 射箭在昨天进行的是男子团体赛的部分 很可惜只不八强 因为输给了中国没有办法 连续两届都在男子还有女子团体赛拿下牌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个人赛事的部分 首先要登场的是在巴黎时间 8点49分要上场的是 64强的淘汰赛 由林子祥来单纲 接下来晚一点的时候 在晚间11点45分 64强我们看到我们的汤包汤志军 也要来出战了 个人赛的部分 其实两位选手都表示 已经慢慢的掌握到了整体场地的风向 所以希望能够射出家机 要近期的话难度应该是不会太高的 再来看到在轻艇赛事的部分 激流轻艇K1的部分 吴绍璇也即将要出赛 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采访到他 其实他在比赛之前 就已经来到欧洲一地训练 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对他来说 第一次来挑战激流轻艇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划世代的记录 因为过去在这个项目 是没有中华队的选手参加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个项目欧美国家实力非常的坚强 我们虽然说不是说完全没有拿牌的机会 但难度非常的高 吴绍璇也说了 他希望能够展现他自己最好的水准 能够拼他生涯最好最好的名次 我们也期待他在奥运能够有更精彩的表现 再来在全集的部分 在巴黎时间5点32分 要进行的是16强甘加威 我们的阿甘要出赛了 虽然说昨天我们的梁山拳王很可惜 这个赖祖恩没有办法晋级 不过可以看到另外一位男子也有甘加威 也是早早的就来到训练中心进行磨练 全集目前像女将的部分都顺利晋级 那现在男子希望就落在甘加威身上 也希望阿甘能够克服对手 能够把这个晋级的优势继续的领先下去 当然最重要就是在我们林洋佩的登场 其实林洋佩在前面小组赛是打得有声有色 而且今天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好 整体的状态还有技巧 我们在现场看 都觉得他们有不错的一个提升 我们都知道在冬奥过后拿下金牌 他们历经了一段时间的低潮 那李洋也说了 这一季奥运是他最后一次的国际赛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最后一次我们就当最后一场来打 所以像林洋佩小组赛二连胜 也希望能够稳加稳打 拿下小组赛三连胜 另外在小代跟周天成 在男单女单的方式 第一场也都顺利的拿下来了 接下来要面对的第二场比赛 相信这两位选手的实力 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只要能够发挥得当 要在小组赛出现 进行到后段赛事 难度并不会很高 所以这是我们整体分析 也希望全台观众 继续的为中华队加油打起 谢谢俞明跟信翰 当然讲到奥运 最难能可贵的是拼战的精神 像是来自乌克兰的极箭女将哈尔兰 态度落后对手六分 抱持着不放弃的精神 最终逆转灾同 除了激动跪地 也举高奖牌献给国家 向志乌卫雄飞扑抱教练 脸上满是喜悦的泪水 他是乌克兰极箭选手哈尔兰 替国家拿下巴黎奥运 首面奖牌 字字句句强调永不放弃的精神 因为几分钟前 他一度以5比11的差距 落后南韩选手崔士兵 比赛后段上演惊人逆转胜 最终以15比14摘得铜牌 激动跪地亲吻战场 身为极箭老将 哈尔兰曾代表乌克兰 参加四届奥运 收获一金一银二铜的好成绩 这回赢得生涯第五枚奖牌 他开心身出 突有乌克兰国旗黄蓝配色的手 数到五对他来说奖牌 都像黄金一样珍贵 而哈尔兰也一直是乌克兰 最敢批评俄罗斯的体谈明星之一 去年哈尔兰在市井赛上 拒绝与俄罗斯对手握手 遭主办单位取消参赛资格 引发反弹声浪 国际奥委会介入 保证他的奥运参赛资格 他也用实力证明乌克兰人的毅力 而颁奖台上金牌银牌 选手身上穿着同一套服装 他们都是法国极建女运动员 马农步旅内以15比12 击败沙拉鲍尔泽 地主国虽然上演自家人厮杀 但还是穿金带银 也为比赛整天话题 第一遍新闻总和报道 但要拿出好表现 恐怕也需要一个能好好休息的选手村 然而今年巴黎奥运选手村 却被抱怨吃不饱又睡不好 还一次出现第三只手 有选手的婚戒跟现金都被偷走 为世界各地顶尖运动员 准备的奥运选手村 富贫一直没停过 日本橄榄球选手在周治 找上巴黎警察表示 房间遭小偷 不但现金项链不翼而非 连婚戒都被偷走 损失超过台币10万元 选手村还环保到没窗帘 美国田径女选手抱怨 必须用大型毛巾贴在窗户上 才能避免个人隐私被看光光 十个女生只有两间厕所 根本不够 美国男兰堪称有先见之名 一开始就表态拒绝入住选手村 花1500万美金 大约4.9亿台币 直接饭店包洞 确保NBA明星球员的舒适与安全 选手村采用纸板床 却让选手叫苦连天 不但睡不好 还发生浴室漏水 导致床架进食变形 让日本体操小将 刚胜支柱紧急反应 他要换床 还不用说最高温 至少有30度的巴黎 房间居然没冷气 就连吃也成问题 选手村提供的伙食 60%都是素食 鸡蛋烤肉 这些运动员 最需要的蛋白质 还限量供应 只能靠各国各显神通 送来家香味 选手村问题一箩筐 巴黎塞纳河污水状况 也未改善 从塞纳河底 往上拍黄澄澄的 泥沙模糊艾菲尔铁塔 原定30号举行的 男子铁人三项比赛 就因为水质没达标 只能延后登场 TVN新闻 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